民进党执政搞到兵凶战危 支援役去年四千多人提前退伍 创新高 但有人不敢怪罪蔡政府 却把退伍责任推给退伍会 让冯士宽当场爆炸 所以我们支援役的军人都留不住 是不是退伍制度要修改 你怎么知道留不住 你怎么知道留不住 不要问这种问题 不要问这种问题 冯士宽怒吼暴走回呛 网友说不是军人留不住或不爱国 是不想为民进党还有美国而战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支援役提早退 跟我退伍制度什么关系 这些的EUE为什么提早退 要上仗产了 要打仗了 会死人了 美国急着巡乌克兰模式 要给台湾134亿元的军援 难道两岸真的是快搭起来 你突然间接到无偿的这种援助 你一定会付出不可预计的代价 是战争的代价 我想我们不会那么笨吧 没说什么是不可预期的代价 但美方军援给的全是刺针飞弹 和托式飞弹等近身肉搏武器 专家说这等于是让百姓原地送命 美国要台湾变成乌克兰 蔡政府竟然谢谢他们送武器 当志愿意留不住 冯世宽怒呛不是退辅会的错 但是谁的错 大家心知肚明却不敢说 记者张佑茨 王志涵台北采访报道